为这些小哥哥们点赞 他们踏雪前行用包裹传递温暖 沈阳11月12日电 大哥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 好事 老妹 近日 辽宁外卖小哥在大雪中帮忙东北姑娘推车的暖心 瞬间被网友记录 获大量点赞 自11月6日起 中国多得出现雨雪天气 辽宁地区受到罕见特大暴雪袭击 极端天气导致机场关闭 高速封闭 客运停运 多数飞机动车道被冰雪覆盖 恰逢双十一派见高峰期 暴雪后的糟糕路况 加上蜂拥而至的货品 快递小哥们迎来极大考验 面对如此多的订单 辽宁的快递小哥们仍将东北人的幽默风趣 热情豪爽展现的淋漪尽致 用包裹传递着温暖 刘亮说 很多次他的话还没说完 顾客就告诉他 大雪天要注重安全 快键不方便就放在便利店吧 有时候我车推不动 路过的人就过来搭把手 咱们也帮助别人 相互的吗 辽宁省辽阳县人小丽告诉记者 他来沈娘三年了 现在每个月收入能达到9000元 在一旁的外卖骑手小高幽默地告诉记者 他是配送行业的老人了 会把温暖送给快递小哥 辽宁省立资源社会保障厅 组织全省各市人设局于11月12日 共同开展寒冬送温暖 骑手共城长关爱外卖骑手活动 为此 国家邮政局发出快递业务 旺季服务消费提示 高峰期间 广大快递员工作负荷重 投递压力打 加之天气寒冷 快递员室外作业辛苦 力请广大用户对快递员 给予更多包容和理解